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月底财运旺,大财就在眼前的六个生肖 旺财,旺财,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 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 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 而不会完事不公,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了一种 强大的内在力量,也许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 生肖为马的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运势的阻碍 一切发展的,都没有想象中如意 不过这样的局面,在这个二月底 能够在贵人的帮助之下,得到很大的改变 也许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无心之举 在事业上结交了,属于其本身的职场贵人 在他们的指导之下,改善人际关系 事业也会有很大的突破 升职加薪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二月底是生肖为珠的人 运势的上升期,他们的贵人运强劲 在许多的方面,都会取得新的成就 收获破风 再加上,出生在猪年的朋友 在这个月的精神状态饱满 斗志昂扬 能够讨得领导的欢心 有可能在职场中获得晋升 最为关键的是 权力的提升 能够拓展他们的业务 能够通过大力铺展 自己手头上的专案 而取得不菲的收入 真是可喜可贺 生肖龙的人虽然是一个 有富贵之命的属相 但是由于早些年里的运势 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即使命中有富贵 命中财运望 生肖龙的人 也没能过过几天富贵生活 而在二月底 由于生肖龙的人命理之中 有财心金贵入命 让生肖龙的人生命开放 金融 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它 生肖猴的人 他们天真可爱 头脑简单 没有技巧 没有技巧 二月底开始 拥有财富的人 比别人更响亮 侯业的事业大有发展 很容易得到同事们的支持 生意兴隆 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好运 看住我的父母 获得财富 赚股必须能够富裕和安全 生肖羊的朋友 在去年日子 过得比较辛苦 没有遇到什么伤机 事业进展缓慢 但是到了二月底 生肖羊的人 苦尽甘来 命中待喜 在今年单身的蜀羊人 桃花朵朵开 已婚的蜀羊人 有望喜天儿女 事业顺心 前途美好 必定赚钱多多 得吉星拱照 财神恩宠 正财偏财通通到家门 收入翻两番 身价涨十倍 注定安享荣华富贵 生肖鼠的人做事很细心 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他们都是认真负责的 二月底开始天气很好 好运就要来了 快乐的事情也很特别 财富的财富 通往财富之路 已不复存在 抓住每一个机会发财 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夜之财 成为富甲一方的有钱人 那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大惊兔 注意 明天属兔人要转运了 快来了解 生肖兔 明天是你的出头之日 有贵人帮扶 天降横财 好运不断 留下一句时来运转 财富好运 向你滚滚而来 都奔向你而来 别犹豫 抓牢了 首先 从生肖角度来看 生肖兔 在明天会得到贵人帮扶 有天降横财 这主要是因为明天 是生肖兔的出头之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每个生肖 都有其特定的寓意和象征 而生肖兔因其温柔 善良 机智的特质 常常被认为是 吉祥如意的象征 在出头之日的助力下 生肖兔的运势 自然会有所提升 其次 从财运方面来看 生肖兔的财运 一直以来都是不错的 而明天更是会有 天降横财的机会 这主要是因为生肖兔 在明天会得到贵人的帮助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都能得到很多意外的收获 而且生肖兔本身也很善于理财 能够把握住机会 所以在财运方面 会有很好的表现 再次 从事业方面来看 生肖兔在明天也会有所突破 在贵人的帮助下 生肖兔的工作会变得更加顺利 而且还能得到 更多的发展机会 同时 生肖兔本身也很努力 能够把握住机会 所以在事业方面 会有很好的表现 此外 从情感方面来看 生肖兔在明天的运势 也会很好 在感情方面 生肖兔一直都很真诚 能够给对方足够的 安全感 所以感情生活 一直都很稳定 在明天 生肖兔的感情运势 会有所提升 和伴侣之间的感情 更加深厚 最后 从家庭方面来看 生肖兔在明天 也会有所收获 家庭是生肖兔 最重要的依靠 而明天生肖兔的家庭运势 也会很好 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 更加和谐 家庭生活 更加幸福美满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